埃及新当选的总统穆尔西 星期三在北京与中国未来的领导人举行会晤 请看美国之音VOA卫视的报道 这是埃及总统穆尔西访华的第二天 此次访问寻求加深两国的经济和外交联系 不过中国对帮助穆尔西上台的阿拉伯支撑革命感到不安 穆尔西希望它的访问能带来贸易和投资 从而帮助支撑起埃及衰落的经济 星期二 中国承诺为埃及国民银行提供两亿美元贷款 两国还签署了农业 电信和环境等领域的协议 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星期三对穆尔西表示 这是埃及政局变动后两国间最重要的访问 中方对此十分重视 相信通过此访可以增进我们双方的进一步了解和信任 推动我们两国进一步扩大合作交流 穆尔西说 埃中两国间是一种战略关系 他在星期二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 穆尔西是埃及第一位自由选举产生的文人总统 这是他第一次在中东和非洲以外出访 显示了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贸易与投资来源地的重要性 这次访问还被视为埃及以美国为中心的外交政策正在转移 美国之音VOA卫视报道 埃及新当选的总统穆尔西星期三在北京与中国未来的领导人举行会晤 请看美国之音VOA卫视的报道 这是埃及总统穆尔西访华的第二天 此次访问寻求加深两国的经济和外交联系 不过中国对帮助穆尔西上台的阿拉伯支撑革命感到不安 穆尔西希望他的访问能带来贸易和投资 从而帮助支撑起埃及衰落的经济 星期二 中国承诺为埃及国民银行提供2亿美元贷款 两国还签署了农业 电信和环境等领域的协议 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星期三对穆尔西表示 这是埃及政局变动后两国间最重要的访问 中方对此十分重视 相信通过此访可以增进我们双方的进一步了解和信任 推动我们两国进一步扩大合作交流 穆尔西说埃中两国间是一种战略关系 他在星期二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 穆尔西是埃及第一位自由选举产生的文人总统 这是他第一次在中东和非洲以外出访 显示了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贸易与投资来源地的重要性 这次访问还被视为 埃及以美国为中心的外交政策正在转移 美国之音VOA卫视报道 我请不吝点赞ン 点赞ン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